江童,老大可以投掷玉米炮,老二可以投掷黄油,而老三只能特组合在一起,横扫僵尸界,他们打冰车 奏巨人,击败江王博士,在僵尸界找不到任何敌手 你们觉得,玉米三兄弟是你心目中的最强玉米吗? 喜欢的小虎做玉米炮的身体,他一次可以发射十颗玉米炮弹,覆盖整片草地 你们觉得,如果让五只巨人僵尸来挑 子弹完成填充后可以手动瞄准目标,并向目标处发射一枚玉米炮 但是子弹填充时间有点慢,对付一个冰车僵尸都有点困难了 不过这也是以前,一代的情怀植物值得敬畏 第四,机枪加农炮 长得有点像玉米加农炮 不同的是,他的嘴中有四个小射手一样 一次可发射四颗玉米炮弹 他就像玉米炮和机枪的结合体一样 第五,超级玉米射手 拥有超长的玉米嘴 一次可发射,五百颗玉米炮 子弹覆盖整片草坪 实在是非常的MB 可以说,他可以称得上市玉米家族的组长了 如果让他去挑战十只江王博士 你们觉得,他能挑战成功吗? 树思语 树思语 树摇 树 sites 树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